风收清晨 甘露 耶稣在传道期间很喜欢说故事以及打比喻 丹丹在福音书中就记载了不少的比喻 其中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 一个是法利塞人 一个是税吏 法利塞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 神啊 我感谢你 我不像别人勒索不易捡影 也不像这个税吏 偶然的机会下听见有人用闽南语说 地狱黑漆漆 关的都是牧师以及掌职 如果你也是这么想 这样判断实在不足为奇 罗主耶稣说的这个比喻一样 在教会里有不少的法利塞人 他们总是夸口说 神啊 我感谢你 我不像别人 知道吗 在主的里面 同样的有不少人像税吏一样 远远的站着 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因为深深知道自己是个罪人 知道在圣洁上帝面前不敢夸口 只敢垂着胸说 神啊 太恩 可怜我这个罪人 主说 凡至高的必降为卑 至卑的必升为高 他要教导我们的事 除去自己眼中的凉目 凉目代表的就是偏见和置以为是 当这两种态度存在我们的生命中时 便会使我们的眼睛看不清楚 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若亮 全身具有光明 眼中有凉目 会使我们眼瞎 而无法走在讨神喜悦的光明中 亲爱的家人和朋友 当你来到上帝的面前时 有察觉到是什么拦住了你 跟上帝的关系吗 是忙碌吗 还是罪恶呢 愿圣灵光照你 把心中蒙蔽你的帕子拿走 并与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让他亲自地对你说话 打开你心中的眼睛 愿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助你 愿上帝赐福您 我们下次见